乔杰丽香港同学会! 孙协志吃婚被吐槽 乔杰丽香港同学会感动在线,笑刀、Chino、赵小乔等人都来了。 图中是提供。 2018年3月18日 艺人小刀、Chino、赵小乔、林可雷、赖威如与吴冬燕在18日播出的中式节目《饥饿游戏飞至香港》录影,这次邀请到的来宾几乎都是当年乔杰丽旗下的艺人,加上天团5566成员。 同时也是该节目主持人的孙协志、王仁福以及许孟哲,被笑说根本是乔杰丽香港同学会。 节目集结合当年乔杰丽各团人马,学问他们再次一起工作心情如何?2017年刚结婚的赵小乔感受很不同,以前因为碍于身份很多事不能聊,但现在很多话题大家都可以聊得很开业。 孙协志在一旁说,结婚的结婚,生小孩的生小孩,没想到王仁福忽然对着他说,对呀,好可惜哦,本来你也可以一起聊的。 赵小乔 赵小乔马上转过来补枪,而且只有你离婚耶,所以你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呀。 赵小乔马上转过来补枪,让孙协志瞬间哭笑不得。 孙协志施婚被吐槽,图中是提供。2018年3月18日。 但情好的他们十分有默契,大家都说,真的很久没见面,也很久没有一起工作。 但此次录影形成超逼人,还不巧遇到饭店旁有炸弹事件,造成形成耽误,王仁福大喊,这两天不像工作,像是磨练。 孙协志感叹,这么的案子大概也只有你们会愿意来。 Gino 则说,我有算过耶,这次我们大概38小时没有睡觉了,工作人员到最后还说我脸色发白。 许孟哲见大家超努力,感动地说,第一天的行程,大概也只有我们家族的人受得了吧。 威赖如文言强调,56同学们就是有刻苦耐劳的个性。 首日录影就让众人累翻,最后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,大家狂喊,太硬了。下次可能不敢再参加。